3月18日,在乌镇互联网国际汇联中心,东风本田正式发布了旗下新款SUV车型URV 推出370 Turbo和240 Turbo,两款发动机配置共五款车型,售价从24.68万元至32.98万元 作为东风本田的旗舰SUV车型,URV集合了东风本田全新的设计语言与诸多前沿科技 强劲的动力和优秀的空间表现,重新定义了中大型SUV市场的发展潮流 URV是东风本田全面发展的重要布局 将旗下CRV、XRV一起形成东风本田SUV家族,实现大中小SUV市场全覆盖,满足不同消费者的购车需求 在外观上,URV拥有着宽大的车身 长宽高分别为4850毫米、1942毫米和1675毫米 前连采用了东风本田家族式设计风格 刀锋式的全LED前大灯视觉效果出色 尾部采用了时下最流行的悬浮式设计和仙背式潮流尾翼,营造出整体的流线感 多个装饰条,贯穿尾部的LED组合尾灯,营造出饱满协调的感觉 内饰方面采用了本田家族的前卫设计 工整缺不缺乏动感的中控台 三幅式多功能发展盘,加入了银色饰条和真皮包裹 手感和视觉效果都很不错 采用了按键式换挡机构,科技感十足 配置方面,多功能方向盘,全景天窗,19寸双色轮毂,真皮座椅,一键式启动和无钥匙进入系统 多角度可调8英寸彩色触屏,车身稳定系统,均为标配 动力方面,URV搭载了本田最新的Sport Turbo涡轮增压发动机 其中370 Turbo车型搭载了东根本田首次使用的2.0升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200千瓦,最大扭矩370牛米,0-100的加速时间仅为7.8秒 搭配9速自动变速器 东根本田对于URV充满了期待 目标是引领整个中大型SUV市场的发展 相信URV的市场表现也一定不会让人失望 骷髅汽车,乌镇报道